知名百货懂作之子生意失败 近轮诈欺集团高干遭收押 被上铐带网球车 这名男子可大有来头 他是新兴大众百货少东瞻俊宇 没想到竟然参与诈骗集团 被收押觐见 整起事件源于 监警日前破获 一起裁人在越南胡志明市 架设机房 假冒淘宝商城客服 诈骗中国人民 这些诈骗成员都是台湾人 监警追查发现 这个集团的幕后金主 最得力的助手就是詹俊宇 他是集团重要干部 机房装潢时还曾到场监工 甚至负责在台湾招募成员 前往越南 专案小组查出 他住在台中七骑豪宅 原本以为他是用诈骑所得买豪宅 没想到追查发现 他的父亲竟然是知名 信心大众百货公司董作詹宏图 截仅12日 针对詹俊宇发动搜索约谈 将他拘提到案 问他为何家境富裕 还要加入诈骗集团 他才说出 因为向家里借钱做生意失败 不想麻烦家人 才停而走险 检察官审桌 他涉犯诈欺罪 还有共犯未盗案 有创证之余 向法院生涯境界获准 东新闻台北报道 付费也是应当的 有收费的媒体 他提供的新闻的品质 就会比较高 这是一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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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